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起了名副骑士的奶爸 今年他已经三岁半了 在救度幼儿园 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做点事情成型 今天想出的区域经理 或是总裁助理的职务 谢谢主持人 谢谢在这的各位企业家 谢谢大家 来 把你胸口的扣子扣好 这个选手心理素质特别好 当其他的面试选手正在准备的时候 他还帮别人梳理心情 是这样吧 对 你心理素质咋这么好你 不是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个 不能上台的那种 我第一次上台 那你还跟别人梳理 底下可能还可以吧 那你怎么梳理呢 假如我很紧张 我最害怕见到像李浩阳 何东东 这样的性格很强势的老板 你怎么帮我 我就是放松吧 就把他当作朋友 怎么放松呢 就是 就是很随意地聊天吧 我说那个长续一口气 然后告诉自己放松 可能聊出来的笑话会更好 你是不是很会搭晒 还可以吧 你是不是恋爱高手 还可以应该是 你看一下 这个一看眼睛里就知道有没有 你谈过二个 实话吗 当然说实话了 没关系 想说实话说实话 真的不记得了 真不记得了 好 你刚才说你最近有三年的时间 是做哪爸 三年半 对 是吧 对 是为什么呢 是怎么权衡的呢 因为我觉得 首先是那小朋友降生之后 我觉得我很开心 然后米特跟他在一起成长呢 我也觉得 这个过程让我很幸福 那你媳妇在干什么呢 那会儿 她是医生 她是医生 对 她要上班 所以你选择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对 你选择牺牲 谈不上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吧 为什么是初中学历 没想着要去进修一下 我不太爱学习 我读书的时候就喜欢打台球 游泳之类的 我上十四岁就出来了 人家可能是有这个 有计划的生活吧 我是属于没计划的流浪 真的 然后十四岁就出来闯社会 对对对 多做过一些什么事啊 哎呀 做的事太多了 从什么摆地摊啊 然后在菜市场卖过菜啊 开过湖站店啊 然后自己也开过餐厅啊 都做小生意是吧 就是小生意 对 做得怎么样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 米次都反正是 就是都还可以吧 都能挣上钱吧 而且有时候还能挣不少钱 特别做福壮的时候 说明还挺聪明 我的